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平安 今天我们要分享诗篇九十三篇 大水扬起不要害怕 第三节 耶和华大水扬起 大水发生波浪澎湃 大水指的是洪水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洪水 如果我们亲眼目睹 亲身经历的话 很多人在洪水面前 会感觉自己脆弱无力 会感觉自己非常害怕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大水扬起不要害怕 为什么我们不要害怕呢 我想最大的洪水 也就是挪亚时代 挪亚时代的洪水 因为全天下的人都被淹没了 剩下挪亚一家八口 但是挪亚一家不害怕 为什么呢 上帝让挪亚在下雨之前 准备了方舟 全家安然无恙 上帝何等的恩典恩慈 是等挪亚造好了方舟 然后才降雨 等到挪亚一家进入了方舟 才下雨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害怕 如果真的有洪水要来 所谓这里的洪水 我们可以代表一些的灾难 如果一些危机要来 灾难要来 我们的神是知道的 让我们安息在上帝里面 学习敬畏上帝和上帝同行 这样很多时候危机来临之前 上帝就预先告诉我们 让我们早有预备 这样我们就不害怕洪水 就不害怕洪水所代表的灾难 因为我们的神是预知一切的神 也是预定的神 也是大有能力的神 既然挪亚时代 上帝要降雨四十昼夜 是神吩咐的 那大水扬起 上帝当然他有办法治理 上帝不害怕 挪亚也不害怕 因为这洪水是神吩咐的 这大雨降下也是神所吩咐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害怕 一切的环境都是经过神允许批准 或者是命定的 一切都要先经过上帝 感谢主 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胜过珠水的响声 洋海的大浪 后来我们看到 当日子过了 挪亚时代的洪水 上帝就叫风吹地 地上的水就慢慢的干了 因为是神吩咐降雨 也是神 吩咐风吹地 叫水慢慢的干了 所以呢 是神胜过珠水的响声 洋海的大浪 祂是初 祂是终 上帝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一件灾难 开始到结束 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上帝掌控 如果不是上帝允许 多一天灾难也不行 所以上帝在启示录第二章 对士梅拿教会说 你必受患难十日十天 是有规定时间的 到了规定的时间就要结束 多一天也不行 就好像挪亚时代的洪水 是有时间记录的 多一天也不行 到了日子 那个洪水就会干掉 所以我们相信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即便你现在遭遇难处 遭遇危机 遭遇危险 上帝熬练你 我相信到了神的时间 神必要搭救你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 第一节 这一切都是因为耶和华做王 耶和华掌权 我们看到挪亚的方舟 在洪水上面飘来飘去 难道上帝就不掌权了吗 上帝仍然在掌权 上帝掌握挪亚方舟的那个方向 各位都知道方舟是没有舵的 挪亚也不是舵手 很多弟兄姐妹感觉 目前的生活就好像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自己好像没有了方向 目前这个阶段 有的弟兄姐妹好像挪亚在方舟里被关起来了 看不到外面的亮光 好像挪亚在方舟里被关起来了 自己也做不了舵手 过去好像自己挺能掌舵的 很多事情自己都能够解决 都能够出主意 但是你可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环境 发现自己做不了舵手 就好像挪亚被关在方舟里 各位你要相信耶和华掌权 挪亚的方舟受神的指示 被神带领停靠在亚拉拉山上 我相信上帝知道你应该停靠在哪里 所以不要害怕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掌权 上帝以威严为衣穿上 上帝也以能力为衣穿上 上帝穿上了威严 上帝穿上了能力 并且上帝束上了能力的腰带 在本篇简短的诗篇里面 两次提到 两次提到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所以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各位你会动摇吗 如果我们认识到神在掌权 我们的内心就会坚定不得动摇 上帝的宝座是从太初就立定的 谁能够把上帝从宝座上推下来 上帝是从亘古就有的 所以谁能够胜过上帝 第五节 耶和华你的法度法则最的确 你的殿永称为圣 神的殿是神圣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殿 我们在神眼中是神圣的 上帝称我们是圣徒 如果是神不许可的话 没有人可以动我们 甚至摸我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仁 因为在神眼中我们是他的殿 是神圣的 所以各位信靠上帝不要害怕 大水扬起不要害怕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大水扬起危机危险发生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我知道 洪水是照着你的吩咐 或者受你的允许 主要我相信你在高处大有能力 你在掌权 虽然我们可能经历到 像挪亚一样被关在方舟里 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我们没有了方向 飘来飘去 我们自己也不能掌舵 我们宣告这个时候 耶和华神你仍然在掌权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学习像你一样 穿上威严 穿上能力 以能力作为我们的腰带 你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腰带和衣服 让我们的内心坚定 不得动摇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